大家好,这一期影片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太极拳的推手 你很可能知道太极拳除了拳架之外 就像我们镇子上一期是太极拳 我们打的这个就是拳架 这个拳架有固定的一个招式 另外太极拳一个有居的地方 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做推手 那在太极拳的比赛里面呢 我们称作是定步推手 除了定步推手之外呢 当然还有一个活步推手 就是脚皮会动环 定步推手呢 就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位置里面呢 两个的脚都不能动 你脚一动你就数 脚都不能动 两个人在做一个推手的比赛 当然太极拳推手呢 透过练习推手 你就可以验证你的拳架 是不是做得对 你的松 你的胯 你的方方面面 是不是有符合太极拳的精神 但是另外一点呢 其实太极拳也就是因为有推手 让太极拳这个原本只是养生的一个功法 变得有趣起来 也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在这边打拳架 虽然说我想办法把它打得很正确 但其实一个人打会不会有点太无聊 但养生健康反而是自己的 但是太极拳的设计里面呢 他加入了一个推手的动作 他反而让太极拳这个活动有趣的起来 因为两个人在这边推的时候 比如说我跟师兄们在这边推的时候 当然我的程度是很差 可是你在跟别人推的时候呢 你不免就有一个竞技感 就是两个人在比较的感 你希望说我能够有想办法把它推倒 当然他也希望想办法把它推倒 所以为了让我自己不要被对方推倒 我就要去研究说我的胯怎么松 我的身体怎么松 对我的太极拳架就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另外一点 那是不是太极拳可以把别人推倒的 那个人就是很厉害的人 身体很健康的人 其实也未必 因为毕竟如果是把太极拳的推手 当做一个竞赛的话 既然是比赛 那一定有他的技巧 所以同样的推手也有他至上的技巧 因此就有一些人 他们专门练习太极拳的推手技巧 那他们平常不练拳架 他们专门练习太极拳的推手技巧 那当然如果说他专门练习太极拳 推手制胜的技巧 那虽然对于我们这种 其实没有练太多太极拳的推手技巧的人 他们就比较容易把我推倒 不是说他们功夫比较好 或是他们身体比较健康 而是他比较了解这个推手 把别人推倒的一个技巧 所以虽然说大部分95%以上的人 你练习太极拳都是为了健康 但是有太极拳加入这个推手的这个动作 让整个太极拳的这个运动变得有趣起来 既然学的有趣 就会吸引他们投入更多时间 去转眼他如何把这个方法 把这个身体做得更柔乱 那也对太极拳的拳架会带来帮助 所以我觉得太极拳的拳架 跟太极拳的推手 真的是非常非常奥妙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如果说有机会 你学了太极拳拳架之后 若有机会可以跟另外一个人互相比较一下 小玩一下 所以说推手也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 这期影片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